我们来看这题,求下个4,我们看第一小题 Limit n趋近无限大1-2分之1分之5乘上1-2分之1的n次方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来求这个极限值,所以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无限大 那这一个分母是1-2分之1,那么就是等于2分之1,所以2分之1分之5,那么整个式子就是10 在乘上1-2分之1的n次方,那么因此就会等于我们把这个10拿到前面来 所以10再乘上Limit n趋近无限大,1-2分之1的n次方,所以就会等于10乘上 我们来看这个极限值,那么这个极限值就是Limit把它作用进来 所以Limit作用进来1,这个极限值是1减掉 那么Limit把它作用进来到1-2分之1的n次方,公比是1-2分之1小于1 那么因此整个极限值就等于0,所以10乘上1,计算结果我们得到它的极限等于10 所以第一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10 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Limit n趋近无限大5的n次方分之3的n加1次方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来求这个极限,那所以Limit n趋近无限大 那分母的部分是5的n次方,分子是3的n加1次方,意思也就是说可以写成3乘上3的n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无限大,那这个3我们可以把它独立写出来,所以3乘上 那么5的n次方分之3的n次方,我们可以把整个n次方拿到外面去 所以就变成是5分之3整个的n次方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3可以拿到前面来,所以3再乘上Limit n趋近无限大5分之3的n次方 那么因此就等于3乘上,我们来看这个极限 那么这个极限值因为它的公比是5分之3,小于1,大于负1 那么因此它的极限值就等于0,那么因此我们整个值就是3乘上0 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0 所以第二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0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Limit n趋近无限大3的n次方加5的n次方 分之2的n次方加5的n加1次方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小题,也就是说Limit n趋近无限大 那分母的部分是3的n次方加5的n次方 那么分子的部分是2的n次方加上 那这里5的n加1次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5乘上5的n次方 所以我们再把整个极限,那么分子分母同时除以5的n次方来做计算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无限大 那么整个除以5的n次方以后,第一项就变成5分之3 那么整个的n次方加上第二项就变成是5分之5 那么整个的n次方 那么这个2的n次方就变成是5分之2 那么整个的n次方再加上5 再乘上,那么5分之5 所以整个的n次方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Limit把它作用进来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分母 5分之3的n次方 当取Limit的时候 公比5分之3借在1跟负1之间 那么因此它的极限就等于0 加上5分之5是1 所以1的极限值是1 那分子5分之2的n次方 公比是小1大于负1 因此它的极限就是0 所以加上5乘上 那这个是1的极限值是1 所以就会等于1分之5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极限值等于5 所以第三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5 我们来看第四小题 Limit n趋近于5线大 n分之100n 加200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四小题要来求极限值 所以就等于Limit n趋近于5线大 我们把整个分式 那么把它分开成n分之100n 再加上n分之200来做计算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于5线大 那这个n就可以消掉 所以这里变成是100 再加上Limit n趋近于5线大 n分之200 所以整个式子就会等于 那么100的极限值就是100 再加上 那么n分之200它的极限值 n的一次方 次方比分子的次方还要大 那么因此整个极限值就是0 所以100加0 我们求得它的极限值 就等于100 所以第四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极限值 等于100 我们来看第五小题 Limit n趋近于5线大n平方分之2的n次方 加10的20次方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五小题 所以整个极限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写 也就是写成Limit n趋近于5线大 那么写成n平方分之2的n次方 再加上n平方分之10的20次方 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探究 那么如果把Limit整个作用进来之后 所以我们在这边说来说明一次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来看n平方分之2的n次方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这个数类 所以第一项n我们把它带1 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得到1分之2 我们看第二项n带2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是4分之4 由2变成1 所以是变小了 我们来看第三项 n带3 所以变成是9 2的3次方是8 所以由2变1变成9分之8 变更小 所以有可能变成是0 我们来看第四项 第四项4的平方我们得到是16 那么2的4次方一样是16 所以又变成1 我们来看第五项 5的平方得到是25 那么分子2的5次方得到是32 又变大了如此下去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得知 那么本来是变小 突然间又变大 所以整个数类我们就说极限我们是找不到的 那么因此我们回头来看原来这个题目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的时候 Limit n趋近你无限大 那么n平方分之2的n次方 再加上Limit n趋近你无限大 分n平方分之10的20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 那我们刚刚说了 n平方分之2的n次方 这个数类 那么最后到哪一个数据去 我们不知道 也就是说整个极限值 那么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我们就用一个打差来表示 再加上 那这个极限值 分母是2次方分子是0次方 它是常数项 所以它的极限是0 不存在的极限加上极限值是0 那么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整个极限值 我们把它打个差 代表这个极限值 那么意思 就是不存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打个差 就代表它是不存在 那么因此 第五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 我们可以把它打个差 那么或者我们就说 这个极限值 它是不存在的 我们来看第六小题 Limit n趋近你无限大 那么2n-1分之100n加200 等于多少 那么第六小题 我们来看这个极限值 所以就等于Limit n趋近你无限大 那么这个极限值的分数 我们把它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n 那么除以n之后 第一项除以n 我们把它约掉之后 就得到2 再减掉n分之1 那么100n除以n 所以这里我们得到是100 再加上 这200除以n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n分之200 那么因此 就会等于 我们把这个极限把它作用进来 首先我们来看2 2取极限 所以它的极限值是2 减掉 那n分之1取极限 那么分母是一次方 分子是0次方 因此它的极限值等于0 那我们来看分子不分100取极限 它的极限值是等于100 再加上n分之200一样 它的分母是一次方 分子是常数 所以它的极限值是0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 2分之100 计算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50 所以第6小题要来求这个极限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极限值等于50 我们来看第7小题 limitn取极你无限大 5加n的三次方加1分之2n 乘上n分之100减2 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第7小题 这个极限值 那这个极限值呢 有两个多项式把它相乘起来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分开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分开呢 就表示个别的极限值都存在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分开来相乘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分别先来计算它的极限值 是不是存在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1个limit 5加上 这里呢 是n的三次方加1分之2n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 达limit的作用进来之后5 所以极限值是5加上 那把limit作用进来呢 它的分母是三次方 分子是一次方 那么因此它整个极限值就等于0 所以计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第一个部分 它的极限值是5 那就代表它是存在的 我们再来看呢 第二部分它的极限值 是不是也是存在 所以呢 就是limit n 趋近无限大 那么n分之100 再减掉2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 我们把极限的作用进来 那么第一个呢 n分之100 它的分母是一次方 分子是0次方 因此它的极限 那就是0 再减掉2的极限值是2 所以计算结果得到呢 它的极限值是-2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第一部分它的极限值5 是存在的 第二部分呢 它的极限值是-2 也是存在的 那么因此呢 原来的整个题目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来做计算 也就是等于呢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 那第一部分呢 就是5 加上n的三次方加1 分之呢 2n 那么接着呢 再乘上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 n分之100 再减掉2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第一部分的极限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 它的极限值是5 再乘上第二部分的极限值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是-2 所以呢 5乘上-2 计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的极限值 等于-10 所以呢 第七小题 要来求这极限值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极限值等于-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